我知道你们是调侃我老伙计们 但是老张有多么的宠粉 给大家看一看 刚刚到手的 预售抢的华为显卡魔方 真的来了 咱先开仙 你说的还真对 他虽然说叫华为显卡魔方 但事实上 叫做维科终端做的 这个整个没有任何华为的logo Hi GT Cube Hi 就是华为的意思吗 Hi 我靠第一眼就有种上当的感觉 这个240瓦内置氮化架电源 然后这写了一个金属机身 然后就没了 开箱 非常小 一个巴掌这么大 这是显卡的主机部分 一张说明书 然后下面是一根质量非常非常高的电源线 然后这还捆了一个白色的非常漂亮 颜值非常高 一根雷电线 USB4线 这个显卡的配置 我一会儿还是打在屏幕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纯铝合金CNC 然后这个孔 整个散热孔打得非常非常的密 内置氮化架电源 但是非常非常小巧 这个不需要外接电源的 这个是极度好评 这个显卡正常应该是这样放的 这儿有一个G的标志 全身没有任何华为的标志 这个就不是一个华为的产品 它只是在华为的渠道卖 Type-C接口 雷电3 雷电4 USB4协议 背后是一个电源插孔 HDMI和DP 接口基本够用 但是没有任何的外部扩展功能 就是它本身不是一个hub 内置了一个240瓦的氮化架电源 它的USB4雷电4的接口 可以对外100瓦的供电 也就是说 它可以给你的移动设备 直接供100瓦的电 它并没有用大家特别习惯用的4060 或者4060M 而是内置了一块AMD AMD-S RX7600MXT的显卡 它的架构是RDNA3 显存8GB HDMI 2.1满血 DP1.4A满血 现在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用环境 这是我的老演员了 EM680 我找了一个之前测试一直用的雷电4的线 防止兼容性问题 然后我们先插到显卡屋上 然后另外一头 直接插入小主机的USB4 然后现在是显卡直连模式 直接连到我的显示器 啥也不用了 然后你直接开机 显卡灯亮了起来 然后咱们的主机也亮了起来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显卡的识别情况 因为我这是AMD的APO的机器 所以它是 其实是免驱的 我一会儿当然还会再装一个驱动 咱们先来看系统识别 AMD RADIN RX 7600MXT正确识别 在GPUZ里面也是正确识别 7600MXT 这个显卡的内部竟然是运行在PCIe 3.0x4上的 这个有点奇怪的 8G的显存 咱们接下来就跑跑测试吧 好 咱们首先还是给大家跑一下赛博朋克2077 哇塞 这个风扇噪音好大 我贴近点给大家听一下 跟那个笔记本开了狂暴模式是一样的 760其实就是一个甜品卡 咱们和上一次一样吧 光线追踪中等1080P 垂直同步关闭 跟这个7600MXT对标的 应该是4060M的雷电显卡 34帧 35帧 卡了一下的 掉到了13 32 外置显卡这个噪音太大了 这个 调的不是太好 最终成绩 37.93帧 我在这给大家对比一下 上次测试的4060雷电外接显卡 它的相同情况下 最终的分是39.5帧 这个7600MXT还是要略逊于4060的台式机版本 光线追踪是AMD的这个软配是吧 所以咱们还是客观一点 咱们打开1080P高画质预设 再来跑一遍 一下子就提升到60帧以上了 好 1080P下 还真是超越了4060 平均指数达到了77.46 对比4060是66.39 但是其实是有点不公平的 因为AMD在预设情况下会自动开启FSR 但是在NVIDIA平台下 预设模式可以关闭掉DRSS 所以大家这个不用太较真 它是不是特别公正的